可怜尼克扬,被前女友疯狂吐槽,还要盼着他疗伤巴特勒,这个夏天对于尼克扬来说可不好过,他到现在还没有球队愿意接手,是个自由球员,同时还在好莱坞接受警察检查,的时候抗拒被捕。 而近日,又有媒体拍到他的前未婚妻Eddie Azalea在洛杉矶马里布海滩附近,跟森林郎前锋吉米巴特勒亲密会面的照片,两人似乎在约会,两人在停车场都是一身白衣,在一辆车面前谈笑风生,Eddie Azalea笑得很甜美,拍到照片的TMZ认为他们俩正在约会,是在一家餐厅一起吃饭之后同步走出停车场的, 巴特勒并没有公开承认的女朋友,他跟Eddie Azalea关系,如何没人能真正确定,不过两人举止这么亲密,也难免被怀疑,Eddie Azalea当年跟尼克扬热恋,本已订婚,不想尼克扬的队友德安吉洛拉塞尔在网上曝光,了他承认出轨的影片,导致两人最终分手,尼克扬也灰头土脸,出轨门事件闹得沸沸扬扬, 胡人更衣室内部当时都出现了震荡,所以惊吓他被捕之后,Eddie Azalea还在社群网站上公开嘲讽他,足见对他的厌恶,那时候尼克扬胡人还挺风光,达出了点知名度,Eddie Azalea也是有名的歌手,但自己把这段感情给毁了,之前在勇士,他也只是边缘球员,做个吉祥物,勇士不跟他, 续约,他就面临着失业,Eddie Azalea也倒跟他渐行渐远,只剩冷漠了。